开场就被凌空抽射 踢倒在地 全场的韩国观众都激动到站起来鼓掌 武僧一龙一脸的生无可恋 而韩国主持人各是当众煽风点火 然而接下来认真比赛的武僧一龙 拿出了真正的少林功夫 大力金刚腿 踢得韩国选手 屁股尿流 哭嘀喊娘 甚至当众尿湿了裤子 这一幕看得韩国观众一点蒙圈 他们无法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这个将武僧一龙踢倒的男人名叫民勇真 自称是韩国第一神腿 在比赛还没开始之前 就嘲讽我们中国武术和中国足球仰步看一击 排成韩国的跆拳道才是世界第一武术 在我看来 中国功夫就像中国足球一样 和我看一击 我将会证明跆拳道的强大 而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迎战韩国低神腿的选手 便是我们的少林武僧 一龙 我知道有很多人说呀 说一龙是什么假和尚 说一龙是个骗子 说一龙没本事 但是观众朋友们 此时此刻 我们可是来到了韩国首尔这个棒果 所以说呀 我们必须要齐心协力 一致对外 更何况对的还是韩国人 要知道观众朋友们 韩国人曾经可是口口声声说 说我们的少林功夫是韩国发明的 这谁忍得了啊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此时此刻在韩国人的衬突之下 我看武僧一龙是越看越顺眼的 好 观众朋友们 双方这一场少林功夫 打仗韩国跆拳道的打战已经开始了 现在开始了 中方是林武僧 南方是武僧一龙 那么通过 我们已经亲密看到这个 林武僧是练台湾道出身的 因为他创建身的道夫出场 我们会看到此时武僧一龙呢 是一脸的生无可恋 而韩国的观众啊 也都站起来击中组长 因为刚刚这一下击倒明显是滑倒的啊 正常的裁判是不会叛独秒 但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最没有体育道的精神的国度了 哪里呀 棒子国呀 这种客观的因素所干扰 继续全新兴的投入比赛 武僧一龙这种抗击达能是非常强大 尽管我们看到这个林武僧 用他这个台湾道的什么 旋踢动作啊 后果扫踢动作了 横踢动作了 但是在武僧一龙面前 一一一划解 对手只是击倒了一龙一次 而现在观众朋友们 一龙是成百上千字的在还给对手 虽然说一龙呢 他是名声在外 有好有坏 讨厌他的人有很多 但是观众朋友们 这讨厌啊 也得分场合 在韩国人面前 我看武僧一龙 那也是梅青木秀 那也是英姿萨爽 那也是威武无比啊 好的 跪下来 跪下来就对了 让你嚣张 什么韩国第一腿 我看你是韩国第一瘸腿吧 这是个风格动作 没关系 继续上 正在民营 真的这个 打到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 他没有拳法 他更多的利用这个 三七腿的动作 你看 他这个颓步的防守控装 太大太大了 此时此刻 台下的韩国美女观众啊 都心疼的不得了 因为这个 敏永珍在他们的心中啊 就是男神啊 就是偶像 但现在他们的偶像 敏永珍啊 都快被武僧一龙 打成呕吐的对象了啊 照这么打 不吐啊 想不吐啊 都难啊 好 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对方踢倒一龙的这一脚 一龙在还没有倒地的瞬间 赶紧就站起来了 这完全是不是独秒的啊 你看 赶紧站起来 但是裁判也是更快 赶紧过来说我要独秒 这才是武僧一龙一脸 生无可恋的原因 好 韩国的选手 敏永珍 他的身上没有任何 斗志的感觉 而你看一龙 双眼当中充满杀气 武僧一龙更加全面 我们看到这个 林永珍 你虽然这样 才能用到 你只有一种推法进攻 但是你这个上三路 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 和进攻动作 上三路 下三路的自由的组合 来显示 你对手的实力 你高 单一的 推法进攻 想站在这边台上 成为英雄 确实很难 你看一龙的伤身的力量 有多大 这打韩国人啊 观众朋友们 我们真是无论如何 都得支持啊 而且我们看一龙 今天也是卖力的很 好 这个小棒子 他几乎没有拳法 他只有推法 而这个家伙 虽说有推法 但是啊 他在一龙的面前 他的两条腿 就像他的裤子一样 两根面条 软的不行 一只活脱脱的 软脚虾呀 这是 蒙茜茜猛 嗯 不吐 findings 可怜 LOVE 羽ç出现 hen We? 舜蓬 又 好像 现在 明泳珠 已经不想 在 第一集比战里面 利用什么 后悬踹了 啊 啊 修商 既然 对不对 鸭踢 已经没有了 现在 OTCAL com com 吴森一龙牢牢的控制着 观众朋友们要知道这个米永珍啊 他可是跆拳道的冠军 已经是韩国跆拳道的顶尖的选手了 但以他的实力 在我们中国恐怕中国武术界 参加少儿组 估计拿个奖 拿个第三啊都有点难 吴森一龙说 我踢 我踢 你不是踩到冠军了 我踢 我踢 让你知道中国部份的厉害 我踢 让你站不起来 李永珍 倒下 我们看情况 李永珍应该是站不起来了 好扶着围城还想起来 现场的韩国女观众懵了 好比赛结束 这场比赛真的是大快人心 上一秒这帮韩国的小棒子 还得兴奋庆祝 下一秒就被五僧一龙的大力金刚腿 踢的是屁股尿流 那平行前的 您觉得韩国 跆拳道和我们少林功夫 和中国武术到底哪更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别人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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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灌